今天的伊之国股推介是 宾江服务3316 《经济日报》投资二话早选选 原因是港股业绩期踏入尾声 多价物馆股都陆续放榜 尽管面对去年内房投资和销售疲弱 个别物馆股盈利和派息都维持双声 未来预期都延续向好 可以提高一线 股份可以留意宾江服务 宾江去年多赚2.8元 去到超过4亿1千万人民币 每股盈利1.49元人民币 抹期息每股派大约港元1元 增加超过一倍 派息比率达到6成 宾江昨天3月26.4元 现价股息率3.8里 华泰政院预料宾江2023至2025年 盈利分别增加3成3、3成和2成8 每股盈利分别是1.98、2.58 3.31人民币 按宾江近年往迹派息比率6成 2023至2025年预测息率预料提升到5.1里 6.7里和8.6里 走势上南亚奔江近日挑战27元关阻力 遇到突破上市30元关 策略上可以等候26元水平级 回吐适宜守住25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